6号 这还贝扎克 快气点车 为什么是 对面是武装磐斯 怪不得 变了个猫卡 我说呢 两边的九离城都比自己的化神快 龙腾 你看一个龙腾一个冰川怒 这差距是不是就顿时体现出来了 然后他冰川怒用完还能刷蔓延 哪个风阵速度没虎阵穿 不是冰锥 但是他伤害肯定比龙宫的龙腾高啊 我8点的时候已经开播了 哦 不好意思 对面是国标 我以为对面是武装磐斯呢 这样的话对面点扎失败啊 九离城没人出手 哎 如果他是国标的话 那他其实虽然说物理没速度啊 但是在面对女儿武装 武装这个双峰的情况下 你的九离城不能连贯出手 你要最后其实还是要起天地的 不如早点把天地打仗 用九转来换武龙 这样保证自己九离城能出手 然后更加有效率的点杀 否则的话会很难搞 天地了 我们这边有无理速度啊 上盾 上盾 情音 不想取秒 非常紧张啊 第四回合风天气到了 哎 两个技能 那又是俩风影二人 那又是俩风影二人 流云爵打回来 凝制了以后就他快了 是的 凌球 其实吧 一般来说顶球的话呢 总总归是为了 取妙的 但是我看他刚刚这 要么在龙肯 然后用了个情音 好像也没想取妙 坏了武装效力被笑了 可能地府有罗汉 不光啊 那没事儿 这效力是被笑就被笑 看看龙卷的伤害 诶 是换了个灵士还是什么呢 我怎么觉得好像比刚才能爆了一点 确实还行啊 感觉 然后继续控武装 但他就会有可能出宝吧 打对面的话 女儿村这个点 就钉死他的武装 第一不让他点灯 第二不让他起天敌 课阵请看右上角 接着个罗 控神木塔掉了 法爆伤害吧 他装备上应该就是之前神木的那个装备嘛 是有法爆伤害的 是有法爆伤害的 嗯 他对 他没点那个秒时的 点了忽视一定的法防的那个精卖 点了忽视一定的法防的那个精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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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再压他的九离城 一府开天跟着利皮苍穹 也逼他的九离城吃九转 嗯 魔神之刃 这有点浪费啊 打这九离城真的是 没太大必要去魔神之刃 嗯 还行 秒宝吧 能秒到能秒动就可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更倾向于龙公不要去点那个忽视法防的精卖 我觉得龙公他就应该去点那个秒时的 因为 在现在这个环境 龙公的主要作用就不是为了秒人 就你秒人其实也秒不了太多 忽不忽视法防没区别 关键是在于你要能秒到宝宝 特别是人家刚出来的宝宝 那么秒时这个精卖就显得尤为重要 你说忽视法防 秒人 本来比如说可能就秒过一千 你忽视一点法防 秒到个一千一千二很厉害吗 那我宁可多有百分之二十的概率多秒三个单位 那你多秒三个单位大概率秒到的是宝宝吧 你那你能那你秒宝宝伤还是够的呀 分0就分了无所谓了 你就就龙公的伤害分点0又怎么样 分0多多三个单位我觉得挺好的 主要现在pk环境不是打帮战这种 如果是帮战那种大家法防也不高啊 那可以我觉得龙公你点呼是法防 因为你本体你秒的人的伤害够 实战是有环境 我觉得在我评读上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没研究过超级联赛 不知道没研究过超级联赛 而也是学 esta 人拉給天地 活一下這個活是為了不要動不動被震死 點女兒村 神木靈應該能剛好把163打出來後面有兩個寶寶可以破163 只有兩個寶寶沒能破掉沒能破完 壞了縱魂 還行我覺得這就是我覺得龍宮好的地方你五個人物單位你武裝跟那秒不是你龍宮跟那秒 你秒著秒著你總能至少能秒到兩個寶寶人家有高速你能秒到三個寶寶 所以我說我覺得龍宮秒十就很爽你知道吧他能秒到五個寶寶對於寶寶的壓制力很強 如果場上的單位是不夠的話 你比如說你場上只有七個單位的話那你是不會觸發秒十的你該秒死還是秒死 如果你場上超過十個單位的話你出地廳又可能秒不到一樣 其實這裡最簡單的邏輯就是如果他拉的這個地廳是個高速地廳你秒十或秒七都能秒到但是秒不死的話你就知道這個地廳威脅不大 其實更怕的還是慢地廳 我這裡聽這個聲音是正常的之前是跟人家說調過了 按照以前神木的玩法的話如果要這回合是點殺神木的話基本上就是給冰川怒 龍宮反正就只有一個技能龍捲一擊 他當然因為這個是優勢局啊他可以做到一邊在秒歸速孩子一邊繼續把九立城秒躺讓對面吃點九轉 一邊順便還能幫忙秒下神木靈手長這點是挺好的 這波24連擊很爽 嗯?又路3呢?神又呢? 神又呢? 阿 我不要再教我們 就算了 嗯 七个单位啊 这次看了一下是七个单位 看上去就有点能爆的意思 但是我个人感觉真正给他打PK的时候 能够让他长期有七个单位的次数可能并不多 七个多点防御跟这个 法爆 看理解吧 这个真的是看理解 化身贴掉了很多血所以选择去点化身了 对 点了七个单位加法爆 你就说暴力吧 就这种经脉大家都普遍觉得刷任务的人点点的 还是七个经脉 这还是七个单位啊 在一个人价值的 更周期的 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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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 久离城就是这样可以为所欲为 你是说遇到能秒到七个单位的概率挺高 还是说七个单位的情况下出法爆的几率挺高 哎又是七 不好意思多了一个 出了个孩子 以后 好 效果替斧了 武裝和化身都要小 對 這個才是問題 很多東西在考慮的時候 可能考慮的都是我在優勢的情況下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不是優勢的話呢 是不是 就不一樣了 這女兒村應該扛不住 血量不夠 她神木靈雖然沒風靈 但是感覺應該也能 好吧 這個血量還真不一定 她沒風靈的話 她其實但凡有一層風靈都好 但是她點殺之前 莫名其妙用了個風卷殘雲 就上回合你還記得吧 她上回合用了個風卷殘雲 提前把風靈全用完了 導致這把剛剛在點殺的時候 頭上零層風靈 感覺沒想好 用碎玉來控神木啊 盾掉了 可能龍宮這個門派的玩法就是 系統性的來說 叫站一個高傷害的位置 把戰線拉長 然後 慢慢慢慢的殘死 說的具體點就是 站在龍山或者站在虎頭 等開戰身寶典 秒人 前七都在等著 畢竟你單位多嘛 給人的感覺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在服戰這個環境當中 龍宮和神木 感覺吃虧在於 就萬一全都破了競選的時候 神木 多多少少還有 可以跟化身作為一個平 平器人 就是萬一人家 不會上地府 把人家地府禁掉了 那我覺得是可以上神木的吧 但是你龍宮的話 總不能說我轉移手打籃吧 這個這個 不是說不行但是 感覺好像現在這個服戰環境 不太湊合 龍宮單殺 怎麼說呢 應該這麼說龍宮不是說不行 但他的條件是冷卻 神木靈的單殺呢 條件是等待風靈 基本上如果按照三層風靈來算的話 是六個回合嘛 然後龍宮的話 抗龍是八個回合 好 看理解吧 還好這把給了個天地啊 防了一手龍宮的點殺 龍宮現在好不容易能抬起來的是啥呢 抗龍是十個回合 更菜了 對面也添地了 因為被拉了孩子了 他就添地了 對面也添地了 空了一手九離城 沒能空上 清他這個孩子 讓他去吃九轉 其實關於群秒能不能清地聽的問題 我在浮戰當中也不止一次看見神木靈群秒清不掉地聽 頭上甚至還有密潤的情況都有 那個地聽沒羅漢啊 我們很多時候把群秒能不能把地聽清掉當作一個怎麼說呢 像是當做一個衡量的標杆 但實際上 神木有時候也做不到 對面也是倆天地 龍亥 下一個龍騰的傷害 提高20% 對面也是倆天地 中 中 中 好了 吃九轉去 好 喔 環陽啦 但他應該出寶寶了 我靠 喔 他沒出寶寶 場上剛好七個單位啊 但龍宮要死 我靠 還可以 163的七個單位啊 就爆了一個什麼狗屈玩意兒 他點了那個天外秒七然後只爆了一個單位 頭暈 欸不是你們不要老看600度 我不是說了嗎 龍宮這個門派的定位他就是秒寶嗎 不是用來打人 你們要看秒寶寶秒多少 就好像人家拿一隻高速地廳出來秒大堂 然後你不看大堂的傷害 你再看這個 地廳秒到人家女兒孫和化身的傷害 就是說地廳怎麼那麼垃圾啊 怎麼直秒幾次點血啊 能秒大堂 能把大堂秒是不是就行了嘛 你管他秒女兒和化身多少幹什麼 那龍宮也是這樣啊 龍宮就是為了青寶寶 你看青寶寶多少就行了 秒人就是反正隨便就行了 別老看人啊 不同的門派他定位就不一樣 好 有 有 還不出寶寶? 他也是個狠人 他不出寶寶又秒7個單位 欸欸欸 壞了就剩6個了 沒事 又7個了 他這個應該也算7個吧 我認為他這個應該是算7個的 但是一個都沒爆 因為 他這個可攻擊的目標應該 靠 他這個應該怎麼定義可攻擊的目標呢 把他呼死了 我估計這個龍弓應該帶的還是之前神木靈的靈的使用 感覺 那經常的 我刷18門的時候 我們隊伍裡的龍弓秒7個單位的時候 也經常一個都不爆 也不知道怎麼了 我就算他零式上一條法爆都沒有吧 也不至於 也不至於 21%的法爆欸 一個都不爆 對呀 我不是說了嗎 我說 我刷18門的時候 秒7個單位的情況下 我隊伍裡那龍弓 他就能秒的一個都不爆 當然我沒問他你帶沒帶法爆啊 我就算他沒帶好了呀 21%那也不低了 7個單位一個都不爆 這女感性 我覺得就是在轉著玩的 我感覺他服戰肯定也不會上這個龍弓 龍弓這點倒是挺好的 他的神器效果沒有別的 就簡簡單單 加法傷120點 既不需要去疊什麼東西 也不需要去湊或者幹嘛 我只要帶上了我就加120 這點感覺比神木靈那個要友好一點 神木靈死了以後他是清空的 魔王呢對氣血限制有要求 你的血量低了 效果就跟沒帶一樣 就除了那個加的屬性之外 你啥都沒有 那龍弓就這點挺好的 比較友好 這也是 哭了很久才改的 我記得龍弓以前的神器效果 是對氣血低於30%的 單位造成傷害增加 還得氣血低於30%的單位增加 真的是笑死 神木原來是結果吧 後來改成法傷 一層是45點 疊滿是180 倒是比龍弓高 但是你死了就沒了 現在這個PK環境確實也很難保證一隻不死 只要是死了就沒的這種 就感覺不是很適合施戰 比如說神木 你拿羊柳甘露 孩子羊柳甘露一滴血拉起來 然後一直跟那秒 每回合這樣秒 那你的神器一直是沒有的 魔王也是一樣 除非你選另一個 你選跟自己氣血掛鉤的那個 那就是也沒有神器效果 那龍弓這個就穩定一點 固定 震海豬恐怕是不會改的 因為現在大家法防都很高的情況下 你如果去給他加一個這種什麼 忽視別人的法防的話 那這個法系就會一躍而變成了最強法系 然後同時 這還是一個能秒7個單位的門牌 這合理嗎 我們在除非你選擇 最後一個能力 第幾個 Mats中 這個效果很Three 有一個爸比賽 都像是有的是 你選擇 就是 那我們 啦 不然 你選擇 那就 腳 那你何必在做的 如果一定要說的話呢 我認為龍宮應該帶 法術暴擊機率 但是我估計 這個龍宮帶的應該還是之前 神木的裝備 所以應該是又有法 又有法暴機率又有法暴傷害 舍了一下 哇 這還要加強啊 龍宮這分派啊 特花應該是不敢隨便加強的 你別看上個版本啊 搞了個 凑齊四顆龍珠 可以加9999法傷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屬於雷聲大 有點小的 你別看這麼 看上去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其實幾乎是觸發不了的 越高端越難觸發 他這種 這種門派他不敢隨便加強 一加強一會兒啊 他會影響到任務上的這個 平衡的 很嚇人啊 那個改動加強了龍宮的搞笑程度 哈哈哈哈 是的 烙印 來了一個 那也沒有 其實我覺得龍宮任務還是挺強的 然後在部分方戰的環境 還是可以的